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15度零下 体感实际上能达到零下20度左右吧 路上没什么人 现在也估计也快进账了 早点来 因为我后面背着配件 有可能安点的时候要拿出来看 会耽误点时间 快到了 到目的地了 这边确实比哈尔滨暖和多了 找个宾馆住一下 选择的油条 豆浆 还是很有特色的 刚吃完早饭 正好在我昨晚住的下面 有很多小吃 不过我还是选择了豆浆油条 吃的比较习惯吧 昨天天气有点灰 应该是下大雾吧 我现在正在去往物流的路上 这次机器到了跟我基本上一致 所以说我跟货主要在物流园碰面之后把机器带到作业地 到了河泽的一个物流产业园 很大很大 各个区 可以去 我先去到那看一下机器 然后就等着货主过来吧 机器已经到了 看包的多严实 短了点这车 正常4米2的车正好 这是3米25 机器3米3 刚刚够吧 这是到达这个地的作业现场 这收的是馅麻 高度大概就一米里四五左右 有的甚至连一米都不到 今天也是气候条件不好 有点受灾了 准备卸车 这就是我负责服务的机器 意大利歌捆机 现在已经三档开了 满档四档 这个学的很快很快 这个茶爆的也不错 效果还是够挺好 很快 天都黑了 有点看不见了 现在机器交到用户家里面 这边比海滨时间要晚一个半小时 还没黑天 明天下雨 机器给它包上点 有点看不见了 工作结束了 准备往回走了 前方1.2公里 红绿灯路口左转 进入长江东路 河泽本地的这些小摊 手抓饼、鲤鸡饼、炸串、肉饼、羊肉大饼 都是饼 面食为主 回到哈尔滨就不一样了 哈尔滨你随便一个大街上都是 什么腰子呀 什么面筋呀 鸡柳啊 这些东西 已经到了河泽站了啊 这次工作很顺利 这些用户还满意 然后 总体来说还不错 回头马上下一个地方 要去新疆 因为新疆那个机器 他们夏天已经拿到了 我们要去培训一下 对 河泽站人还是蛮多的 确实到等到 一点以后 就不知道人多少了 味道都美了 还是比较快的 我走这两天哈尔滨有点 下了暴雪 现在地面都是雪 他们走路都听到 雪的这个 嘎吱嘎吱的声音了 啊